大家好 話說前排聖誕就去了東京一轉 上一次去東京我想已經是八年前 東京的變化真的很大 偶爾就會有很多新的打卡點 也多了很多人 你可以當是全盛時期的銅鑼灣 無論是遊客還是本地人都長期在街上 我猜很多人對東京都蠻熟悉的 今次我會介紹一些冷門少少的景點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對大家聽行程時有用 第一晚我搭夜機去御田機場下 大概11點半左右就上了緊急趕線去酒店 翻車都蠻多人 搭到去淺草橋下車 那些人都沒什麼少過 那天還是平了來的 車裡面的人大部分都穿著西裝 可能是本地人搭尾板車辦屋企都未定 第二天我們早上去了豐州市場對面的有名網球之心 這裡有一間叫Smallworth的博物館 裡面有很多做得很精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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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個普通模型放在這裡給你欣賞 而是有些按鈕給你按的 感覺上就多了些互動 沒有那麼悶 而且你會在模型裡面找到一些彩蛋 例如這個就是Man in Back 黑超特徑組的場景 還有一些以東西方做主題的模型 看看這個有些香港感覺的模型做得精細得利 又色彩豐富 又色彩豐富 大家看看這個位置 它寫著花園餐廳 下面的細節還寫著金百里商場四樓 還不是香港 不過這對模型看得久會有些視覺疲勞 而作為一個EVA粉絲 之後的EVA主題才是最吸引 這幾個位置絕對是為了打卡而設的 EVA的格納夫 重現了EVA彈射上地面的情境 不過有沒有人有印象 如果曾智老爸其實站在這個位置 他是怎樣看到初號機的呢 向下望好像都有點辛苦 來到整個展館最重點 還原了第三身東京市和湘根 這裏可以看到主角他們生活的城市面貌 細心點看會發現到很多動畫場景 EVA粉絲一定不會失望 那天都很多中學生來參觀 老實說EVA應該不是他們的年代 但他們都看得很投入 當地學生有這些戶外學習都很好 那裏除了是一間博物館之外 也都有工作室 會有些模型師傅裏面做創作 那些中學生透過參觀 除了以恩商的角度 亦都可能啟發到他們的興趣 從而投身這類行業都不出奇 真是想不到一套二十幾年的東西 仍然感受歡迎 而這裏精品店賣的EVA周邊 好像在外面都比較少見 特別是這個具有照明功能的飲料架 它還寫著是什麽傳說中的飲料架 嘩 改個名字都威過人 下午我們去了台場吃Bills 上網看過梳乎里班戟很好吃 但這個價錢我覺得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吃完之後去了找叮噹的Times Square 這裏除了有叮噹大紅正義的雕像可以一起拍照之外 定時還會有些音樂表演 除了Times Square之外 當然不能少的就是進去 多拉A夢未來百貨公司 裡面的精品全部都很漂亮很吸引 特別是現在做這款拉麵系列 上面那隻貓是慢慢出現過一隻好似叮噹的貓 我記得這個故事都幾窩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離開台場我們去了一個樓池山王的地鐵站 我想大家都知道經多有一個復健渡河神社 那個出名就是一個千本鳥居的景點 很多人都會慕名而來打卡拍照 但那裏實在太多人了 而在東京都有這些千本鳥居的神社 其中一個叫根津神社 另一個就是我們今天去了的日之神社 好神奇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我選這個神社 是因為它有扶手電梯 無論是搭上去或是搭下來 它都有扶手電梯 看看對參拜人士多麼友好 下次如果剛巧來東京 又想拍千本鳥居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最重要是沒有什麼人 第三天我們去了這裏 國西林海公園 你這樣聽我的名字可能不知道在哪裏 但只要告訴你它旁邊就是去到迪士尼的武斌站 你就會知道大概的地理位置在哪裏 因為水族館最大的吸引力就是 成人的入場費只需7-8日圓 它雖然沒有瓊沙這種超大型的海洋生物 但它的海洋生物種類都不算少 那天是平日來的 會來參觀的那些都是本地人 主要都是小學生 中學生那類 水族館其實都幾好走 謝謝 嘩 很大招 在這裏交叠 我覺得這裏應該是 你覺得是橙子嗎 短冰相折 野愛老佛 你覺得是橙子嗎 CherIZ 不是橙子嗎 我沒有特別 這裡全部都可以吃 龍丹都可以吃 阿 阿 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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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我 它除了室內部分之外 也有室外的部分 室外部分有些開玩生物可以觸摸 我想最主要是給一些學生做一些體驗學習 這間水浴館都有些大家很喜歡看的企鵝 不過好可惜當時是靜直琴流感 企鵝區就封了 沒得近距離 這樣可以看到企鵝 扭一下扭一下 有些不同 小條的那些是深色的 很厚的 對 還有水 鮮水很方便 很努力在游泳 在水浴館外面有些免費區域 主要是介紹日本的河流 溪間 淡水的地方 會有些什麼生物 對於看怪的日本人來說 就不會去參觀 下午回到池袋 去吃一間粽滑料理 Google Map看到的評價都算不錯 還有價錢以東京來說都不算太貴 我們就試一試 炒飯炒得濕了一點 但吃下去其實是OK的 珍寶餃子都蠻好吃 大脆得來的皮也不會太厚 而湯就沒有胃缸了 就是醬油加水 吃飽之後去了池袋的Geebo總盤店 雖然它佔地面積很大 但感覺上 夾公仔的種類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最後什麼都沒有夾過就走了 之後去了看扭蛋機 起碼也有些東西想扭一下 裡面扭蛋機的數量真的超多 好像有3000部 在日本真的可以什麼都變成扭蛋 那晚本身想吃壽司狼 但好像撞正日本忘年會開始 壽司狼也要排過幾兩小時才可以進去 最後吃了CoCo咖哩肉 就完結了第三天